对于很多长者来说 他的湿气比较重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湿气比较重可以建于几个方面 第一,我们新出脉胎 看看自己的脉胎是否特别厚 脉胎是否发脏 脉胎是否比较胖 脉胎是否比较半厚 这是一个湿气重的症状 可以看看人们会否特别疲 特别提不起劲 这也是一种湿气的表现 有一味药材对于调理这种湿气 效果比较好 它的名字叫做腹苓 不是肚腹苓,而是腹苓 腹苓可以用来煲汤 就像我们以前经常煲的雲苓白术一样 雲苓其实就是腹苓的品种 我们在煲汤的时候 可能下几前煲粥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磨好的腹苓粉 一起煲的时候 就有一个去湿 帮助健肥的作用